大乘起信论 马明菩萨造 良西印度三藏法师真地义 归命尽十方 罪圣夜变之 色无爱自在 救世大悲者 即彼身体相 法性真如海 无量功德葬 如实修行等 为欲令众生 除以舍邪职 起大乘正信 佛种不断顾 论曰 有法能起 磨合眼信根 事故应说 说有五分 云合为五 一者 因缘分 二者 利益分 三者 解释分 四者 修行信心分 五者 劝修利益分 初说 因缘分 问曰 有何因缘而造此论 答曰 事因缘有八种 云合为八 一者 因缘总相 所谓 为令众生 离一切苦 得究竟乐 非求世间名利 恭敬顾 二者 为欲解释如来根本之意 令诸众生 正解不谬顾 三者 为令善根成熟众生 于磨合眼法 堪认不退信顾 四者 为令善根微少众生 修习信心顾 五者 为事方便 消恶业障 善护其心 远离吃卖 出邪网顾 六者 为事修习止观 对治凡夫 二成心过顾 七者 为事专念方便 生于佛前 必定不退信心顾 八者 为事利益 劝修行顾 有如是等因缘 所以造论 问曰 修多罗中 具有此法 何须重说 答曰 修多罗中 虽有此法 以众生根形不等 受解缘别 所谓如来在世 众生立根 能说之人 色心夜盛 原因一眼 一类等解 则不虚论 若如来灭后 或有众生 能以自立 广闻而取解者 或有众生 亦以自立 少闻而多解者 或有众生 无字心力 因于广论而得解者 亦有众生 父以广论 闻多为凡 心要总实 少闻而设多亿 能取解者 如是此论 未遇总设如来 广大身法 无边意过 应说此论 以说因缘分 次说利益分 磨合言者 总说有二者 云和为二 一者 法 二者 意 所言法者 为众生心 世心 则涉一切世间法 出世间法 一与此心 显示磨合言意 何以故 视心真如相 即视磨合言体故 视心生灭 因缘相 能视磨合言 自体相 用故 所言意者 则有三种 云和为三 一者 体大 为一切法真如 平等 不增俭故 二者 相大 为如来藏 具足无量性 功德故 三者 用大 能生一切世间 出世间 善因果故 一切诸佛 本所成故 一切菩萨 皆成此法 到如来地故 以说利益分 次说解释分 解释分 有三种 云和为三 一者显示正义 二者 对质邪直 三者 分别发去道相 显示正义者 一 一心法 有二种门 云和为二 一者 心真如门 二者 心生灭门 是二种门 皆各总设一切法 此云云和 以示二门 不相离故 心真如者 即是一法界 大总相 法门体 所谓心性 不生 不灭 一切诸法 唯一妄念 而有差别 若离妄念 则无一切境界之相 事故 一切法 从本以来 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离心原相 毕竟平等 无有便意 不可破坏 唯是一心 故名真如 以一切言说 假名无实 但随妄念 不可得顾 言真如者 亦无有相 为言说之相 因言浅言 此真如体 无有可浅 以一切法 西皆真顾 亦无可立 以一切法 皆同如故 当之 一切法 不可说 不可念 不 名为真如 问曰 若如如是意者 诸众众生等 云和随顺 而能得入 答曰 若知一切法 虽说 无有能说 可说 虽念 亦无能念 可念 事名随顺 若离于念 名为得入 父次真如者 一言说分别 有二种意 云和为二 一者 如实空 已能究竟显时故 二者 如实不空 已有字体具足 无漏性 功德故 所言空者 从其以来 一切然法 不相应故 未离一切法 差别之下 已无虚妄心念故 当之 真如自性 非有相 非无相 非非有相 非非无相 非有无具相 非一相 非意相 非非一相 非非意相 非非一意 非非一相 乃至总说 依一切众生 已有妄心 念念分别 皆不相应 故说为空 若离妄心 实无可空故 所言不空者 已显法体空无妄故 即是真心 常恒不变 净法满足 故名不空 亦无有相 可取 以离念境界 为正相应故 心生灭者 依如来藏 固有生灭心 所谓不生不灭 与生灭合合 非义 非义 名为阿莱耶时 此时有二种义 能设一切法 生一切法 云合为二 一者 决意 二者 不决意 所言决意者 为心体 离念 离念相者 等虚空界 无所不变 法界一相 即是如来平等法身 依此法身 说明本觉 何以故 本觉一者 对始觉一说 以始觉者 即同本觉 始觉一者 依本觉故 而有不觉 依不觉故 说有始觉 又以决心缘故 明究竟觉 不觉心缘故 非究竟觉 此义云合 如凡夫人 觉知前念 其恶故 能指后念 令其不起 虽复明觉 即是不觉故 如二乘观至 初发义菩萨等 觉于念意 念无意相 以舍粗分别 执着相顾 明相似觉 如法身菩萨等 觉于念住 念无住相 以离分别 粗念相顾 明随分觉 如菩萨递进 满足方便 一念相应 觉心初起 心无初相 以远离微细念故 得见心性 心急常住 明究竟觉 是故 修多罗说 若有众生 能观无念者 则为向佛智故 又心奇者 无有初相可知 而言之初相者 即为无念 是故 一切众生 不明为觉 以从本来 念念相续 未曾离念 故说 无始无明 若得无念者 则知心相生 助 意 灭 以无念等故 而实无有 始觉之意 以四相 聚实而有 皆无自立 本来平等 同意觉故 副次 本觉随染分别 生二种相 与比本觉 不相舍离 云合为二 一者 致敬相 二者 不思议业相 致敬相者 为依法力 熏习 如实修行 满足方便故 破 何何 实相 灭 相续 心相 显现法身 至纯 敬故 此意 云合 以一切 心实之相 皆是无明 无明之相 不离 觉性 非可坏 非不可坏 如大海水 因风波动 水向 风向 不相舍离 而水 非动性 若风止灭 动向 则灭 失性 不坏 如是 众生自性 清静心 因无明风动 心与无明 聚无形象 不相舍离 而心 非动性 若无明灭 相续 则灭 智性 不坏 故 不思议 夜相者 以 一智 静相 能做一切 圣妙 境界 所谓 无量 功德 之相 常无 断绝 随众生 根 自然 相应 种种 而现 得利 已故 父 次 绝体相者 有四种大义 与虚空等 犹如静静 云和为四 一者 如实空静 远离一切 心境界下 无法可现 非绝兆亦过 二者 因心洗净 未如实 不空 一切 世间境界 西于中线 不出 不入 不失 不坏 常注意心 以一切 法 及 真实性 故 有一切 然法 所不能 斩 智体 不斗 聚足 无漏 勋 众 生 故 三者 法出离境 未不空法 出烦恼爱 至爱 离合合相 纯净凝固 四者 原熏习境 未依法 初离故 辩照众生之心 令修善根 随念事献故 所言不觉一者 未不如实之 真如法一故 不觉心起 而有其念 念无自相 不离本觉 犹如迷人 依方故迷 若离于方 则无有迷 众生一耳 一觉故迷 若离觉性 则无不觉 以有不觉 妄想心故 能知名义 唯说真觉 若离不觉之心 则无真觉 自相可说 复次 一不觉故 生三种相 与比不觉 相应不离 云合为三 一者 无明业相 以一不觉 故心动 说明为业 决则不动 动则有苦 果不离音故 二者 能见相 以一动 故能见 不动 则无见 三者 静界相 以一能见 顾 静界 望线 离间 则无静界 已有静界缘故 附生六种相 云合为六 一者 智相 依于静界 新奇分别 爱与不爱故 二者 相续相 一于智故 生起苦乐 决心起念 相应不断故 三者 直取相 一于相续 原念境界 助持苦乐 心起着故 四者 记名字相 依于望直 分别假名 言相故 五者 喜业相 依于名字 寻名取着 造种种业故 六者 业系苦相 以一业受果 不自在故 当知 无名能生 一切然法 以一切然法 皆是不觉相故 赴次 觉与不觉 有二种相 云合为二 一者 同相 二者 异相 同相者 譬如种种瓦器 皆同微臣性相 如是无漏 无名 种种夜患 皆同真如性相 事故 修多罗中 依于此 真如意故 说一切众生 本来常住 入于涅槃 菩提之法 菩提之法 非可修相 非可作相 必尽无德 亦无色相可见 而有见色相者 为是随染夜患所作 非是智色 非是智色 不空之性 以智相 无可见顾 异相者 如种种瓦器 各个不同 如是无漏 无名 随染患差别 性 染患差别故 赴次 生灭因缘者 所谓众生 依心 意 意识转故 此意云合 以依 阿赖耶实 说有无名 不觉而起 能见 能献 能取境界 启念相续 故说为意 此意 负有五种名 云合为五 一者 名为夜实 未无名利 不觉心动故 二者 名为转时 一于动心 能见相故 三者 名为现实 所谓能献 一切境界 犹如明镜 献于色相 献实亦耳 随其五尘 对至极限 无有前后 以一切时任 运而起 常在前故 四者 名为智实 未分别染 净法故 五者 名为相续实 以念相应 不断故 住持过去 无量事等 善恶之夜 令不失故 负能成熟 现在 未来 苦乐等报 无差为故 能令 已经之事 现在忽然而念 未来之事 不觉忘虑 事故 三界虚伪 唯心所作 离心 则无 六尘境界 此意云和 以一切法 皆从心起 妄念而生 一切分别 即分别自心 心不见心 无相可得 当知 世间一切境界 皆一众生 无名妄心 而得住持 事故 一切法 如 静中相 无体可得 唯心虚妄 以心生 则种种法生 心灭 则种种法灭故 父次 言意识者 即此相续时 依诸凡夫取着 转身既我 我所 种种妄直 随事攀缘 分别六尘 名为意识 意名分离时 又复说明 分别事时 此时 依见 爱烦恼增长 意故 依无名熏习 所启使者 非凡夫能知 亦非二乘智慧所觉 为依菩萨 从出正信 发心观察 若正法身 得少分之 乃至菩萨究竟地 不能尽知 为佛穷了 何以故 世心从本以来 自性清静 而有无名 唯无名所染 有其染心 虽有染心 而长恒不变 世故 此意为佛能知 所谓心性 常无念故 名为不变 以不达意法借故 心不相应 忽然念起 名为无名 染心者 有六种 云合为六 一者 直相应染 一二乘解 即信相应地 远离故 二者 不断相应染 一信相应 修学方便 渐渐能舍 得净心地 究竟离故 三者 分别至相应染 一具界地 见离 乃至 无相方便地 究竟离故 四者 现色不相应染 一色自在地 能离故 五者 五者 能见心不相应染 一心自在地 能离故 六者 根本业不相应染 一菩萨禁地 得入如来地 能离故 不料 不料一法界 一者 从信相应地 观察学段 入境心地 入境心地 随分得离 乃至如来地 能究竟离故 能究竟离故 言相应 义者 为心念 法义 依染 净差别 而知相 原相 同故 不相应义者 为己心不觉 常无别意 不同之相 原相故 又染心义者 名为凡好爱 能障真如根本之故 无名义者 名为至爱 能障世间自然业之故 此义云合 以依染心 能见能现 妄取境界 唯凭等性故 以一切法常境 无有起相 无名不觉 妄于法尾 故不能得随顺世间 一切境界 种种至故 父子 分别生灭相者 有二种 云合为二 一者粗 与心相应固 二者细 与心不相应固 又粗中之粗 凡夫境界 粗中之细 及细中之粗 菩萨境界 细中之细 是佛境界 此二种生灭 一于无名 熏悉而有 所谓一因 一缘 一因者 不觉一故 一缘者 妄作境界一故 若一灭 则圆灭 一灭故 不相应心灭 圆灭故 相应心灭 本曰 若心灭者 云合相续 若相续者 云合说究竟灭 达曰 所言灭者 为心相灭 非心体灭 如风 依水 而有动向 若水灭者 则风向断绝 无所依止 以水不灭 风向相续 唯风灭故 动向随灭 非是水灭 无名一耳 依心体而动 若心体灭 则众生断绝 无所依止 以体不灭 心得相续 唯痴灭故 心向随灭 非心智灭 复则 有四种法 熏习异故 燃法 净法 岂不断绝 云合为四 一者 净法 名为真如 二者 一切染因 名为无名 三者 妄心 名为业实 四者 妄境界 所谓六尘 熏习异者 如世间衣服 实无余香 若人以香 而熏习故 则有香气 此意如是 真如净法 实无余染 但以无名 而熏习故 则有染相 无名染法 实无净业 但以真如 而熏习故 则有净用 云合熏习 其染法不断 所谓以依真如法故 有余无名 以有无名染法因故 即熏习真如 以熏习故 则有妄心 以有妄心 即熏习无名 不了真如法故 不觉念起 现妄境界 以有妄境界 染法缘故 即熏习妄心 令其念着 造种种业 受于一切身心等苦 此妄境界 熏习意 则有二种 云合为二 一者增长 念熏习 二者增长 取熏习 妄心熏习意 则有二种 云合为二 一者 夜时根本熏习 能受阿罗汉 辟之佛 一切菩萨生命 故 二者 增长分别适时熏习 能受凡夫夜系 苦 无名熏习意 有二种 云合为二 一者 根本熏习 以能成就 夜时异故 二者 所起 见爱熏习 以能成就 分别事时异故 云合熏习 其境法不断 所谓 已有真如法固 能熏习无名 以熏习 因缘利固 责令望心 验生死苦 乐求涅槃 以此望心 有验求因缘故 即熏习真如 自信己性 知心妄斗 无前境界 修远离法 以如事之 无前境界故 种种方便 起随顺行 不取不念 乃至久远熏习力故 无名则灭 以无名灭故 心无有起 以无起故 境界随灭 以因缘拒灭故 心向接近 明得涅槃 成自然业 望心熏习意 有二种 云合为二 一者 分别适时熏习 一诸凡夫 二成人等 厌生死苦 随力所能 以见 去向无上道顾 二者 一熏习 为诸菩萨发心勇猛 速去涅槃故 真如熏习意 有二种 云合为二 一者 自体向熏习 二者 用熏习 自体向熏习者 从无始始来 举无漏法 备有不思意 做境界之性 以此二意 恒常熏习 以有利故 能令众生 验生死苦 乐求涅槃 自信己身 有真如法 发心修行 问曰 若如是意者 一切众生 稀有真如 等皆熏习 云合有信 无信 无量 前后差别 皆应一时 自知 有真如法 勤修方便 等入涅槃 答曰 真如本一 而有无量 无边无明 从本以来 自信差别 后搏不同顾 过横沙等 尚烦恼 依无明 起差别 我见 碍染烦恼 依无明 起差别 如是一切烦恼 依于无明所起 前后 无量差别 为如来 能知故 又诸佛法有因 有缘 因缘具足 乃得成半 如目中火性 是火正因 若无人知 不假方便 能自烧目 无有是处 众生一耳 虽有正因 熏喜之力 若不执欲诸佛 菩萨 善知识等 以之为缘 能自断烦恼 入涅槃者 则无是处 若虽有外援之力 而内境法 未有熏习力者 亦不能究竟 验生死苦 乐求涅槃 若因缘具足者 所谓自有熏习之力 又为诸佛菩萨等 慈悲愿互故 能起厌苦之心 信有涅槃 修习善根 以修善根 成熟故 择之诸佛 菩萨 世教利息 乃能进去向 涅槃道 用熏喜者 即是众生外援之力 如是外援 有无量意 略说二种 云合为二 一者 差别源 二者 平等源 差别源者 此人依于诸佛菩萨等 从出发意识 求道时 乃至得佛 于中若见若念 或为眷属 父母 诸亲 或为给始 或为知友 或为怨家 或其四舍 乃至一切所作无量行源 以起大悲熏喜之力 能令众生增长善根 若见若闻 得利异故 此缘有二种 云合为二 一者 近缘 速得度故 二者 远缘 久远得度故 是 近 远 二缘 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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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合为二 一者 增长行源 二者 受道源 平等源者 一切诸佛菩萨 皆愿度脱一切众生 自然熏悉 恒常不舍 以同体致力故 随应见闻 而现作业 所谓众生 一余三昧 乃得平等见诸佛故 此体用熏习 分别富有二种 云合为二 一者 未相应 未凡夫 二成 出发意菩萨等 以意 意识熏习 以信力故 而能修行 未得 无分别心 与体相应故 未得 自在业修行 与用相应故 二者 以相应 未法身菩萨 得无分别心 与诸佛 致用相应 唯以法力 自然修行 熏习真如 灭无名故 赴次 然法从无始以来 熏习不断 乃至得佛后 则有断 净法熏习 则无有断 尽于未来 此意云合 以真如法 常熏习故 妄心则灭 法身显现 启用熏习 故无有断 赴次 真如自体相者 一切凡夫 声闻 圆觉 菩萨 诸佛 无有增减 非前济生 非后济灭 必尽长衡 从本以来 性自满足一切功德 所谓自体 有大智慧光明一故 辩造法界一故 真实实之一故 自信清静心一故 常乐我敬一故 清凉不便自在一故 剧足如是过于横杀 不离 不断 不义 不思义佛法 乃至满足 无有所少一故 名为如来藏 一名如来法身 问曰 尚说真如 其体平等 离一切相 云和复说 提有如是种种功德 答曰 虽实有此诸功德意 而无差别之相 等同一位 虽亦真如 此亦云和 以无分别 离分别相 事故无二 负亦何意 得说差别 以一夜时 生灭相逝 此云和逝 以一切法 本来为心 实无余念 而有忘心 不觉念起 见诸境界 故说无明 心性不起 即是大智慧光明异故 若心起见 则有不见之相 心性离见 即是 辩照法界异故 若心有动 非真实之 无有自信 非常 非乐 非我 非静 热闹衰变 则不自在 乃至具有过横沙等 妄然之意 对此意故 心性无动 则有过横沙等 诸境功德 相逸事现 若心有起 更见前法可念者 则有所少 如是 净法无量功德 即是一心 更无所念 事故满足 名为法身如来之大 赴次 真如用者 所谓诸佛如来 本在因地 发大慈悲 修诸波罗密 摄化众生 立大誓愿 禁欲杜托等众生界 亦不限结束 尽于未来 以取一切众生 如己身故 而亦不取众生相 此已何意 未如实之 一切众生 即于己身 真如平等 无别义故 已有如是大方便智 除灭无名 见本法身 自然而有 不思一业 种种之用 即与真如等 便一切处 又亦无有用相可得 何以故 为诸佛如来 为是法身至相之身 第一以地 无有是地境界 离于诗作 但随众生 见门得意 故说为用 此用有二种 云合为二 一者 一分别是时 凡夫 二成 心所见者 名为应身 以不知转时现故 见从外来 取色分歧 不能尽之故 二者 一于夜时 为诸菩萨 从初发意 乃至菩萨究竟地 心所见者 名为报身 身有无量色 色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所助一果 亦有无量种种庄严 随所视现 即无有边 不可穷尽 离分其下 随其所应 常能助持 不悔不失 如是功德 皆因诸波罗密等 无漏行薰 即不思义薰 之所成就 具足无量乐相 故说为报身 又为凡夫所见者 是其粗色 随于六道 各见不同 种种异类 非受乐相 故说为应身 父子 出发意菩萨等 所见者 以身信真如法固 少分而见 知彼色相 庄严等事 无来无去 离于分歧 唯一心线 不离真如 然此菩萨 由自分别 以未入法身未故 若得净心 所见微妙 其用转圣 乃菩萨 递近 见之究竟 若离夜时 则无见相 以诸佛法身 无有彼此色相 别相见故 问曰 若诸佛法身 离于色相者 云何能现色相 答曰 即此法身 是色体故 能现于色 所谓从本以来 色心不二 以色性 即智故 色体无形 说明至身 以智性 即色故 说明法身 便一切处 所现之色 无有分歧 随心能视 十方世界 无量菩萨 无量报身 无量庄严 种种差别 皆无分歧 而不相仿 此非心识分别能知 以真如自在 用意故 复次 显示从生灭门 即入真如门 所谓推求五音 色之与心 六尘境界 必尽无念 以心无形象 十方求知 终不可得 如人迷故 为东为西 方时不转 众生一耳 无名迷故 为心为念 心时不动 若能观察 知心无念 即得随顺 入真如门 故 对之邪直者 一切邪直 皆依我贱 若离于我 则无邪直 是我贱有二种 云合为二 一者 忍我贱 二者 罚我贱 忍我贱者 一诛凡夫 说有五种 云合为五 医者 闻修多罗说 如来法身 必尽寂寞 犹如虚空 以不知为 破灼固 即为虚空 是如来性 云合对质 明虚空相 是其妄法 体无不实 以对色固有 是可见相 令心生灭 以一切色法 本来是心 实无外色 若无色者 则无虚空之相 所谓一切境界 唯心忘喜固有 若心离于妄动 则一切境界灭 唯意真心 无所不便 此未如来广大性质 究竟之意 非如虚空相顾 二者 闻修多罗说 世间诸法 必尽体空 乃至涅槃 真如之法 亦必尽空 从本以来 自空 离一切相 以不知为 破拙固 即为真如 涅槃之性 为世其空 云和对质 明真如 法身 自体不空 具足无量性 功德固 三者 闻修多罗说 如来之葬 无有增减 体背一切 功德之法 以不解固 即为如来之葬 有色 心法 自相差别 云和对质 以为依 真如意 说故 因生灭染意 视线 说差别故 四者 闻修多罗 一切世间 生死 染法 皆依 如来藏 而有 一切诸法 不离真如 以不解固 为如来藏 自体 具有一切世间 生死等法 云和对质 以如来藏 从本以来 唯有过横杀等 诸敬功德 不离不断 不亦真如意故 以过横杀等 烦恼染法 唯是忘有 性自本无 从无始事来 未曾与如来藏 相应故 若如来藏体 有忘法 而始政 会永希望者 则无事处故 无者 闻修多罗说 依如来藏 故有生死 依如来藏 故得涅槃 以不解故 为众生有始 以见始故 父为如来 所得涅槃 有其中进 还作众生 云和对质 以如来藏 无前记故 无名之相 亦无有始 若说三界外 更有众生 拾其者 即是外道经说 又如来藏 无有后记 诸佛所得涅槃 与之相应 则无后记故 法我见者 依二成 顿根故 如来 但未说 人无我 以说不究竟 见有五因 生灭之法 不畏生死 忘取涅槃 云和对质 以五因法 自性不生 则无有灭 本来涅槃故 副次 究竟离忘职者 当之然法 敬法 皆惜相待 无有自相可说 事故 一切法 从本以来 非色非心 非智 非识 非有 非无 毕竟不可说相 而有言说者 当之如来 善巧方便 假以言说 引导众生 其止去者 皆为离念 归于真如 以念一切法 令心生灭 不入实至故 分别发去道相者 为一切诸佛所证之道 一切菩萨发心修行 去向异故 略说发心有三种 云和为三 一者 信成就发心 二者 解形发心 三者 正发心 信成就发心者 依和等人 修和等行 得信成就 贪能发心 所谓 所谓一不定句众生 有熏习善根立故 信业果报 能起实善 验生死苦 欲求无上菩提 得知诸佛 亲成供养 修行信心 经一万劫 信心成就故 诸佛菩萨 教令发心 或以大悲固 能自发心 或因正法欲灭 以护法因缘 能自发心 如是信心成就 得发心者 辱正定据 必竟不退 明注如来种中 正因相应 若有众生 善根微少 久远以来 烦恼深厚 虽执于佛 亦得供养 燃起人天种子 或起二成种子 设有求大成者 根则不定 若进若退 或有供养诸佛 未经一万劫 于中欲缘 亦有发心 所谓见佛色相 而发其心 或因供养众僧 而发其心 或因二成之人 教令发心 或学他发心 如是等发心 息皆不定 欲恶因缘 或便退师 跺二成地 父子 信成就发心者 发何等心 略说有三种 云合为三 一者执心 正念真如法固 二者身心 要及一切 诸善行固 三者大悲心 欲拔除一切 众生苦固 问曰 上说法界一项 佛体无二 何故不为念真如 父甲求学 诸善之行 答曰 譬如大摩尼宝 体性明静 而有旷晦之构 若人虽念宝性 不以方便种种模制 终无得尽 如是众生 真如之法体性空净 而有无量烦恼染够 若人虽念真如 不以方便种种 熏修 亦无得尽 以够无量 便一切法固 修一切善行 以为对质 若人修行一切善法 自然归顺真如法固 略说方便 有四种 云合为四 一者 行根本方便 未观一切法 自信无生 离于妄见 不助生死 观一切法 因缘合合 业果不失 起于大悲 修诸福德 赦化众生 不助涅槃 以随顺法性 无助故 二者 能指方便 为惭愧悔过 能指一切恶法 不令增长 以随顺法性 离诸过故 三者 发起善根增长方便 为勤供养 礼拜三宝 赞叹 随喜 劝请诸佛 以爱敬三宝 唇厚心固 信德增长 乃能智求 无上之道 又因佛法僧 力所互顾 能消业障 善根不退 以随顺法性 离痴障故 四者 大愿平等方便 所谓发愿 禁于未来 化度一切众生 始无有余 皆令究竟 无余涅槃 以随顺法性 无断绝故 法性广大 便一切众生 平等无二 不念彼此 究竟 寂灭故 菩萨发誓心 故 则得少分 鉴于法身 以鉴法身 故 随其愿力 能献八种 利益众生 所谓从兜率天 退 入胎 住胎 出胎 出家 承道 转法轮 入于涅槃 然是菩萨 未明法身 以其过去 无量世来 有漏之夜 未能决断 随其所生 与微苦相应 亦非夜戏 已有大愿 自在立故 如修多罗中 或说有退 多恶趣者 非其实退 但为初学菩萨 未入正位 而懈怠者 恐怖令使 勇猛固 又是菩萨 一发心后 远离怯弱 毕竟不畏 坐二成帝 若闻 无量无边 阿僧其 勤苦难行 乃得涅槃 亦不怯弱 以信之 一切法 从本以来 自涅槃固 解行发心者 当之转圣 已是菩萨 从出正信以来 于第一阿僧其节 将欲满固 于真如法中 身解现前 所修离下 已知 法性体无 千贪固 随顺 修行 谈波罗密 已知 法性无染 离五欲过 故 随顺 修行 施波罗密 已知 法性无苦 离 称脑固 随顺 修行 颤提 波罗密 已知 法性 无身心相 离懈怠固 随顺 修行 皮里耶 波罗密 已知 法性 常定 体无乱固 随顺 修行 禅 波罗密 已知 法性 体名 离五名固 随顺 修行 般若 波罗密 正 发心者 从 静心地 乃至 菩萨 究竟地 正 合 境界 所谓 真如 以 依转 时 说为 境界 而此 正者 无有 境界 为 真如 智 名为 法身 是菩萨 于一念 请 能至 十方 无余 世界 供养 诸佛 晴转 法恩 唯唯 开导 利益 众生 不依文字 或是 抄地 速成 正觉 以为 怯弱 众生 故 或说 我于 无量 阿僧 其节 当成 佛道 以为 泄满 众生 故 能是 如是 无数 方便 不可 思议 而时 菩萨 种性 根等 发心 则等 所正 意等 无有超过之法 以一切菩萨 皆经三阿僧奇节故 但随众生世界不同 所见所闻 根 欲 性 故事所行 亦有差别 又是 菩萨 发心 向者 有三种心 微系之下 云合为三 一者 真心 无分别 故 二者 方便心 自然变形 利益众生 故 三者 夜时心 微系 启 启 启 又是 菩萨 功德 成满 于色究 境处 是一切 世间 最高 大身 未以一念 相应会 无名 顿尽 明一切 种智 自然而有 不思异业 能限 十方 利益众生 问曰 虚空无边 故 世界无边 世界无边 故 众生无边 众生无边 故 心形差别 亦负无边 如是境界 不可分歧 难知难解 若无名断 无有心想 云和能了 明一切种智 答曰 一切境界 本来一心 离于想念 以众生望见境界 故心有分歧 以望起想念 不称法性 故不能绝了 诸佛如来 离于见相 无所不变 心真实故 即是诸法之性 自体显照一切 妄法 有大智用 无量方便 随诸众生 所应得解 皆能开示 种种法义 事故 得明一切种智 又问曰 若诸佛有自然业 能献一切处 利益众生者 一切众生 若见其身 若赌神变 若闻其说 无不得利 云和世间 多不能见 答曰 诸佛如来 法身平等 便一切处 无有作义故 而说自然 但依众生心限 众生心者 犹如于静 静若有构 色相不限 如是 众生心若有构 法身不限故 以说解释分 次说修行信心分 事中 一未入正定据众生 故说修行信心 何等信心 云和修行 略说信心有四种 云和为四 一者 信根本 所谓乐念真如法固 二者 信佛有无量功德 常念亲近 供养 恭敬 发起善根 愿求一切智固 三者 信法有大利益 常念修行 诸波罗密固 四者 信僧能正修行 自利利他 常乐亲近 诸菩萨众 求学如实行固 修行有五门 能成此信 云和为五 一者 诗门 二者 戒门 三者 忍门 四者 进门 五者 止关门 云和修行 诗门 若见一切来求所者 所有财物随利 诗语 以自舍千贪 另比欢喜 若见恶难 恐怖威逼 随己 堪任 诗语无畏 若有众生来求法者 随己能解 方便为说 不应勘求名利 供养 唯念自利利他 回向菩提故 云和修行戒门 所谓不杀 不道 不淫 不两舌 不恶口 不妄言 不起语 远离贪 欺诈 产区 称惠 邪剑 若出家者 未折服 烦恼固 亦应远离 溃闹 常处寂静 休息少欲 知足 投妥等行 乃至少罪 心生不畏 惭愧改悔 不得轻于如来所致近戒 当户击贤 不令众生忘起过罪过 云和修行忍门 所谓应忍他人之脑 心不怀抱 亦当忍于利 衰 毁 欲 撑 激 苦 乐 等法固 云和修行 禁门 所谓于诸善事 心不屑退 力志坚强 远离怯弱 当念过去 久远以来 虚受一切身心大苦 无有利益 事故 应勤修 诸功德 自利利他 肃离众苦 赴次 若人虽修行信心 已从先世以来 多有重罪恶业障故 为魔 邪 诸鬼之所恼乱 或为世间事物种种千禅 或为病苦所恼 有如是等众多障碍 事故 应当勇猛精勤 昼夜六十礼拜诸佛 诚心忏悔 劝情 随喜 回向菩提 长步修费 得免诸账 善根增长故 云和修行 只关门 所言职者 为止一切境界相 随顺 随顺奢磨他 官义故 所言官者 为分别因缘生灭相 随顺 批驳舍那 官义故 云和随顺 以此二意 渐渐修习 不相舍离 双限前顾 若修职者 止于静处 端坐正义 不依气息 不依形色 不依于空 不依地 水 火风 乃至不依见 闻觉知 一切诸想 随念皆除 亦浅除想 以一切法 本来无相 念念不生 念念不灭 亦不得随心外 念境界 后以心除心 心若持散 即当舍来 助于正念 是正念者 当之为心 无外境界 继父此心 亦无自相 念念不可得 若从做起 去来 禁止 有所失作 于一切时 常念方便 随甚观察 久习纯熟 其心得住 以心注顾 渐渐猛力 随顺得入 真如三昧 深浮烦恼 信心增长 速成不退 为除疑惑 不信 诽谤 重罪 业障 我慢 懈怠 如是等人 所不能入 父子 依如是三昧 故 则知法界一相 为一切诸佛法身 与众生身 平等无二 即宁一行三昧 当知 真如是三昧根本 若人修行 渐渐能生 无量三昧 或有众生 无善根力 则为诸魔 外道 鬼神 之所霍乱 若于坐中 现行恐怖 或现端正 男女等相 当念为心 境界则灭 终不为恼 或现天相 菩萨相 一坐如来相 相好俱足 或说陀罗尼 或说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或说平等 空 无相 无怨 无怨 无亲 无因 无果 必尽空寂 是真涅槃 或令人知宿命过去之事 亦知未来之事 得他心智 便才无碍 能令众生 贪着世间名利之事 又令使人数 称 数喜 性无常准 或多慈爱 多睡多病 其心懈怠 或足起精进 后便修肺 生于不信 多疑多虑 或舍本盛行 更修杂业 若着世事种种千禅 亦能使人得诸三昧少分相似 皆是外道所得 非真三昧 获福令人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乃至七日 住于定中 得自然香美饮食 身心适乐 不饥不渴 使人爱卓 获益令人 时无分歧 乍多乍少 颜色变异 以事异故 行者常应智慧观察 悟令此心 堕于邪网 当秦正念 不取不拙 则能远离 世诸业障 应知 外道所有三昧 皆不离见 爱 我慢之心 贪着世间名利 恭敬故 真如三昧者 不住见相 不住德相 乃至出定 亦无泄满 所有烦恼 渐渐微薄 若诸凡夫 不习此三昧法 得入如来种姓 无有是处 以修世间诸禅三昧 多起废浊 一与我见 细数三界 与外道共 若离善知识 所护 则起外道 见过 赴次 精勤专心 修学此三昧者 现世当得十种利益 云和为实 一者 常为十方诸佛 菩萨之所护念 二者 不为诸魔 恶鬼 所能恐怖 三者 不为九十五种外道 鬼神之所霍乱 四者 远离诽谤 甚深之法 众罪业障 渐渐微薄 五者 灭一切疑 诸恶绝观 六者 于如来境界 信德增长 七者 远离忧悔 于生死中 勇猛不切 八者 齐心柔和 舍于交慢 不为他人所恼 九者 虽未得定 于一切时 一切境界中 则能减损烦恼 不要世间 十者 若得三昧 不为外援 一切阴生 之所惊动 父子 若人 唯修于止 则心沉默 或其懈怠 不要众善 远离大悲 事故 修观 修习观者 当观 一切世间 有为之法 无得九庭 虚于变坏 一切心形 念念生灭 以事故苦 英观 过去所念诸法 恍惚如梦 英观 现在所念诸法 犹如电光 英观 未来所念诸法 犹如鱼云 忽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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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耀 世间一切有身 息皆不静 免耀 种种会污 无一可乐 如是 当念 一切众生 从无始事来 皆因无明 所熏悉过 令心生灭 已受一切身心大苦 现在 现在即有无量逼迫 未来所苦 亦无分歧 难守 难离 而不觉知 众生如事 甚为可敏 做此思维 即应勇猛 立大事愿 愿令我心 离分别故 便于十方 修行一切诸善功德 尽其未来 以无量方便 就把一切苦恼众生 令得涅槃第一意乐 以其如是愿故 于一切时 一切处 所有众善 随己堪能 不守修学 心无懈怠 为除坐时 专念于止 若于一切 惜当观察 应做 不应做 若行 若住 若卧 若起 皆因止观俱行 所谓虽念 诸法自性不生 而负己念 因缘和合 善恶之夜 苦乐等报 不失不患 虽念 因缘善恶夜报 而一起念 幸不可得 若修职者 对至凡夫 注着世间 能舍二成 怯弱之见 若修观者 对至二成 不起大悲 狭烈心过 远离凡夫 不修善根 以此意故 是 只观二门 共相铸成 不相守离 若只观不惧 则无能入 菩提之道 赴次 众生初学是法 欲求正信 其心切弱 以助于此 娑婆事件 自为不能 常执诸佛 亲诚供养 具为信心 胆可成就 抑郁退者 当知 如来有盛方便 涉护信心 为以专义 念佛因缘 随愿得生 他方国土 常见于佛 永离恶道 如修多罗说 若人专念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所修善根 回向愿求生 生彼世界 吉德往生 常见佛顾 中无有退 若观彼佛 真如法身 常情修习 必敬得生 助正定故 以说修行信心分 次说劝修利益分 如是 磨合眼诸佛密葬 我已总说 若有众生 欲于如来 甚深境界 得生正信 远离诽谤 入大成道 当持此论 思量 修习 究竟能 至无上之道 若人闻 事法已 不生怯弱 当之 此人定绍佛种 必为诸佛之所受计 假使有人 能化三千大千世界 满中众生 另行实善 不如有人 于一时请 正思此法 过前功德 不可为欲 赴次 若人受持此论 观察 修行 若一日一夜 所有功德 无量无边 不可得说 假令十方一切诸佛 各于无量无边 阿僧其节 探其功德 亦不能尽 何以故 为法性功德 无有尽过 此人功德 亦付如是 无有边际 其有众生 于此论中 毁谤不信 所获罪报 经无量劫 受大苦恼 事故 众生 但应养性 不应诽谤 以身自害 亦害他人 断绝一切三宝之种 以一切如来 皆依此法 得涅槃固 一切菩萨 因之修行 入佛智固 当知 过去菩萨 以依此法 得成静系 现在菩萨 今依此法 得成静系 未来菩萨 当依此法 得成静系 事故 众生 应 勤修学 诸佛甚深 广大义 我今随顺 总迟说 辉此功德 如法性 普利一切 众生 见